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趙洛濟懷巡玲瓦襲耿耿於懷,群腳被展以懷整 中共已准備輸波監控各級官員,派監政治復活 中共再出醜,私底下給多國塞信,網左香港活動反被捕 俄羅斯罕見提停戰條件,兩大因素或影響普京統治 王亮美夢即將結束,中共暴政還能走多遠? 大家好,歡迎您收看國際新聞眼,我是美玲 日前有消息傳出,中共現任人大委員長趙洛濟可能要被拿下台 其中一個原因令習近平耿耿於懷,那個就是他主政陝西當時壞了巡嶺龍脈 據習近平曾經做過他教授的一個不有透露 習近平很相信佛家的超自然力量,這個體驗在他對被稱為龍脈的巡嶺不同沉上的保護上 據時平人岳山在《大紀元》詹文指出,陝西巡嶺曾經出現過 至少1,185棟違建別墅 2018年7月,習近平對此專門下了第六次批示 整治巡嶺違建別墅 不過陝西高官就陽奉陰違,集體抵制習近平的批示 這導致習近平將陝西省一大批高官紛紛拿下來 就是要拆除在巡嶺龍脈上的建築 因此包括陝西前省委書記趙永正,陝西前副省長馮新柱 陝西前副省長陳國強,陝西省政協前副主席朱作利 西安市長上官吉慶等人都被捉被查 習近平還專門叫浙江救部趙一德兼任巡嶺責任區省級臨長 就是為了保護農脈 據陝西省政府在2021年11月11日宣布說 巡嶺總共整治了438個小水電,有169個礦權 由巡嶺的核心和重點保護區全部退了出去 雖然習近平看起來好像非常在意和保護巡嶺農脈 但是在今年8月11日,巡嶺分水嶺210國道附近突然爆發山洪脈石流 洪水好像瀑布一樣從山上衝下來,瞬間就將道路染沒了 造成2人死亡,16人失亂 巡嶺已經受到深度保護,還能爆發山洪和泥石流實屬罕見 從風水的角度來說,這是因為巡嶺的農脈已經受損和敗落 所以現在任憑你如何整治也無法挽回 那麼破壞巡嶺農脈的罪魁禍首是誰? 說起這個人,現在還沒動到他 就是曾任陝西省委書記的前任中紀委書記趙樂際 據《香港明報》緩引知情人士消息說,陝西當地官員知道大部分巡嶺別墅 都是趙樂際在2007年至2012年在陝西主政期間修建的 所以當習近平批示要求拆除巡嶺上的衛建別墅群的時候 當地官員夾在習趙中間很為難,唯有不作為 直到習近平第六次批示,陝西才將別墅群拆除 習近平對此會不知情,所以由2019年就有消息傳出 習近平也曾因為巡嶺違建別墅問題對趙樂際進行警告和敲打 身為江派要員的趙樂際,至於會在二十大留任 應該是習近平衛保三連任和江派妥協的結果 但習近平的心腹,中紀委書記李希 由今年開始就大力清洗紀檢系統 打掉趙樂際的多名舊部官員 而且在最近二十天裡面連續捉了十九個內鬼 這些人大多都是趙樂際掌權中紀委時期重用的一批人 敢說明趙樂際開始被剪掉群腳,處境會不妙 與之相佐證的是自信媒體人工小夏最近披露說 他得到中共公安系統的內幕消息說中共最高層正在整趙樂際 趙樂際要下台 這個月,中共召開全國黨委和政府秘書長會議 有分析認為中共當局這樣是公開倚重秘書幫 要他們監控中共國級官員和將領 是太監政治的復活 也表明共產紅潮走入風雨飄搖的最後階段 9月13、14日 在北京召開 中共全國黨委和政府被書長會議 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 蔡奇出席會議並傳達習近平的指示 蔡奇和習近平都稱讚 全國黨委和政府辦公廳 有效發揮統籌協調、參謀助手、督促檢查、服務保障等職能作用 做出了重要貢獻 對此,呂美時評人陳破空分析說 督促檢查和大戰考驗等詞句 都暗示了中共秘書幫在監視各級官員 幫習派在奪權方面發揮所謂的重要作用 這樣也可以看出 習近平通過安排、安插專職秘書、專職司機和專職護理等 將秘書幫變成為習派的眼線 暫時監控其他中共高層領導人和政治老人 所以蔡奇和習近平想要在全國黨委和政府秘書長會議上 將相關經驗推廣到全國 想令中共的秘書幫監視監控全國的中共國級官員 其實習家軍、裏面秘書出身而身居高位的人很多 像蔡奇、李強和丁薛祥等都做過習近平的秘書 陳破空認為習近平當局想要秘書幫為中共做眼線 他們民不能治國、武不能安邦竟然能成為第三股勢力 講穿了秘書幫更加像中國古代的宦官階層 但值得注意的是 中國古代王朝一旦出現宦官當政 通常都預視這個王朝已經出現沒落並走向毀滅 好像秦二世統治時期 大權竟然落入太監趙高之手秦朝因此滅亡 東漢末年出現十常事 即是十個太監把持朝政導致天下大亂 明朝後期太監魏忠賢專政導致明朝逐漸走向滅亡 因此習近平和蔡奇公開重用秘書幫實質就是太監政治的復活 不過這也表明中共專制政權也走到太監當道 宦官把持朝政的這一步 同時也證明了現在極有可能是共產紅潮暴入風雨飄搖的最後時期 中共在聯合國會議期間再出臭 日前傳出中共秘密塞信給多個國家的外交官 要求他們不要參加由英國組織的香港媒體自由活動 但是中共的行徑和信件內容都被官員帶曝光 在瑞士人內亞正在舉行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會議 香港媒體自由活動於9月27日 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會場側近進行 香港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的兒子黎崇欣在活動中發表演說 得知此事的中共又開始背後搗亂 26日據《路透社》報導 有4名外交官表示 中共在私底下將一封信塞給多個國家的外交官 中方人員在信中竟然要求各國的外交官 不要以任何方式參與這項活動 而這個被中共視為如臨大敵的活動 就是27日舉行的香港媒體自由活動 中共方面還在信中說 涉港問題是中共內政 不用任何外部勢力干涉 4名外交官證實說已經收到了這封信 有3人表示中共外交官還單獨聯繫了一些國家 要求他們的工作人員 不要以任何方式參加或支持香港媒體自由活動 但據一份文件顯示 現在至少有包括美國、德國和法國在內的 22個國家共同贊助了這場活動 截止2023年9月26日 正正是黎智英在香港監獄服刑的第一千日 黎智英因遊行集會和《蘋果日報》大樓租契案 被判監7年5個月 現在被單獨關押在赤柱監獄 他目前也面臨3項違反《港區國安法》的控罪 將會在12月18日受審 而最高刑罰可能是終身監禁 據法廣報道 由67個人權組織組成的CFHK 寫信給美國總統拜登 敦促他採取行動 確保黎智英能夠立即獲釋 人權組織也呼籲拜登 不要邀請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 和其他香港官員參加11月 在舊金山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 俄烏戰爭持續至今 在聯合國大會期間 俄羅斯外交部長出乎意料感 主動提出結束戰爭的條件 即是 只要烏克蘭不加入軍事聯盟 俄羅斯就承認俄烏在1991年 劃定的邊界 有分析認為 俄方或有兩個原因 導致主動提出停戰 9月26日 美國媒體《新聞週刊》報導說 在聯合國大會媒體的新聞記者會上 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表示 若烏克蘭能滿足俄羅斯提出的關鍵條件 即是幾乎承諾不加入北約軍事聯盟 莫斯科不僅可以同意結束戰爭 也會承認俄烏戰爭爆發前 烏克蘭的領土邊界 拉夫羅夫說 俄羅斯政府在1991年 是根據烏克蘭脫離蘇聯時通過的獨立宣言 承認烏克蘭的主權 他強調關鍵要點之一 是烏克蘭不會加入任何軍事聯盟 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支持烏克蘭的領土完整 雖然俄方做出這樣的表態 但由俄烏戰爭爆發後 烏克蘭總統承諾斯基一直推動 烏克蘭加入北約 而且在前蘇聯解體後 克里米亞已經被宣布是烏克蘭領土 俄羅斯在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後 承諾斯基曾發誓要收回克里米亞 因此有人推斷拉夫耶夫的聲明 或者在暗示 若能滿足俄羅斯提出的條件 莫斯科可能願意放棄克里米亞 另一種可能是 即使俄羅斯不願意把克里米亞歸還給烏克蘭 但拉夫耶夫的言論 仍然可以被解讀為 是普京或想放棄對烏克蘭東部地區 遁涅茨克、克爾松、 勞金斯克和澤波羅爾州的主權要求 早在一年之前 普京曾將這些地區併入俄羅斯 俄方究竟如何做決定 現在外界仍不得而知 但澤連斯基曾多次表示 不會在本國的領土完整問題上做出妥協 對於俄羅斯 在聯合國大會公開讓步的表態 有分析認為這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俄國境內已經有很多對戰爭不滿的聲音 雖然俄政府會把反戰人士都送到戰場前線 但若然本國不滿的聲音一直積累 將動搖普京政府的統治 第二個原因是 雅加納領袖普里哥津之死 也對俄羅斯民眾造成重大影響 而且烏克蘭也在近期成功襲擊了黑海艦隊的總部 這表明俄軍內部危機四伏 也嚴重影響了普京政權 因此導致俄羅斯軍方 不能全力投入到俄烏戰爭中 最近《刀狼》的《羅沙海士》和歌曲《大夢》 在網絡爆棚之後 俄法省上演的大型平調落紙劇 《王良夢》一經播出 也迅速火爆傳網 劇中的台詞也耐人尋味 擺不完的闊老弄不完的拳 有網民評論說 那意味中國人民已經認為中共的統治即將結束 無論獨裁者如何窮車極欲 最終不過是美夢一場 9月25日 自在雅典羅農場發布影片 影片中有中英文字幕顯示 在習近平宣布亞運會開幕之際 剛遭遇人為洪災的河北省 上演大型平調落紙劇《王良夢》 播出後迅速火爆傳網 被網友瘋狂傳播 這樣表明 中國人民已經對共產黨的統治忍耐到了極點 冒著巨大危險 借古奉金 也意味中國人民已經認為中共的統治即將結束 該劇的唱詞意味深長 發台大橋遊遊戰 遊遊戰那個戰遊遊 當朝採上坐入面 入面坐那個坐入面 擺不完的闊氣 弄不完的拳 食不完的珍收 洗不完的錢 聽不完的眾歌 收不完的禮呀 響不盡的富貴 過不完的年 劇中尚爺身邊阿如奉承 告密聲音怨怨不絕 台前內人尋味 尚爺 我將你老人家的文章都編贊成書 尚爺回答 想 尚爺 我將你老人家的索像 早就立在那個廟裏面 尚爺回答 聲 尚爺 歐洲似史 不聽尚爺你的召喚 尚爺回答 尚爺 有如史上殿舟本 說你弄虛作假 有十大罪狀 雙爺回答 殺 殺他的頭 有網友異議說 這也太接地氣 再差的藝術 注入諷刺也會魅力四射 唱出老百姓對現實的不滿 這個戲劇 現在在網絡上幾火熱的 很多年輕子女都喜歡看 絕對可以完美地對號入座 覺醒的過程雖然來得有點遲 但醒了就不會再睡回去 越是打後 沼澤生物需要面對的覺醒大眾就越多 繼都狼新歌《羅撒海士》爆紅之後 在中國音樂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3》 入面艾依娜樂隊和大陸演員、歌手、音蘇直 合唱的一曲《大夢》也爆紅 歌詞內容令人動容 現場從歌手、樂手和不少觀眾都在流眼淚 不僅得到全場最高分 社交媒體也在瘋傳 有網友說 我聽這首歌的時候 確實很難脫離當下 脫離現實 脫離我周邊的一切去聆聽 真正被更為擊中內心的 可能還是廣大的中層 中下層百姓 中下層百姓在生命之中 歷經的苦難有太多現實的折磨 當苦難中的百姓覺醒 並開始吶喊、反抗的時候 中共的暴政還能走多遠? 好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感謝您的關注 我們明天見